为了一次地震 冥界准备了五十年 在清朝道光 咸丰年间 牛树梅先生担任宁元府之府 围观清廉秦慎 政绩显赫 民众一致称颂 忽然有一天发生了大地震 全城房屋倒塌 死伤人数无数 府衙也损毁多处 先生的儿子不幸遇难 他自己的足根也受伤了 行走很不方便 牛先生感到很愤懑 就写了一篇书文 来质问地府城皇神 他的大意是指责城皇神 享受万民香火 却不加以保护 全城这么大 难道都是恶人吗 就连自身为官 也是问心无愧 而儿子竟然死了 自己也受了伤 难道真的是天道不足平信 神明见察也有差错吗 到了夜里 先生梦见城皇神请他前去 按照宾主之理坐下 对他说 先生以文字相指责 理直气壮 可惜不能明了鬼神之道 所以请君前来一谈 以解释猜疑诽谤 凡是浩劫之城 都是由于众人激孽所导致的 绝非偶然 此次地震灾难 冥冥之中 已经进行了五十年的调查 记录 凡是不应遭受灾祸的 都已移到别处 如果是近期造下新的罪孽的 又将其移过来 即便是临时也会有出入变化 绝不会漫步加茶 致人民生命于不顾 先生说 既然如此 难道全城中竟然没有一个善人 我和我儿子也要遭到罪浅吗 城皇神说 还有三家人家 确实难以在短期内迁走 现在都安然无恙 一家是某街的劫父 三是双居 抚养一个小孙子 一家是某医生 生平不卖假药 有请他看病的 即使是深夜下雨 道路泥泞 也即刻前去 尽心疗治 一家是卖油瓷的老妇人 和他的小孙子 全都没有遇难 先生回去查访就能找到 不会欺骗于你 先生的儿子前生业重 是无法逃免的 就连先生本来也在结束之内 因为居官连肾 所以得以从宽 只是伤了足根 总之 神天赏罚 甚至诱甚 绝不偏思 既无无妄之灾 亦无幸免之礼 先生勉励做个好官 将来会升到陈念 按查时的代称的官职 牛先生听了之后 向城皇神慈谢 并致以歉意 他醒来之后 到处查访 果然找到了劫父和医生 他们都是全家安然无恙 只不过因房屋矮小 被两侧的房屋遮挡住 所以没有发现 只有卖油瓷的老妇人 经过多次查找 才在房屋船子支撑行程的角落里发现 牛先生向他询问 他说 平时在这里做生意 凡是遇到老弱残疾的 即使钱不够 也卖给他们 偶尔也会施舍 不要一文钱 在地震前一两天 买油瓷的人忽然增多起来 供不应求 于是带着他的小孙子夜里坐油瓷以备出售 地震发生后 祖孙二人被盖在倒塌的房屋下三天 就用油瓷冲击 因为压力太大 自己无法出去 没想到 现在得以重见天日 牛先生听了大为惊奇 从此以后 深信鬼神因果的道理 更加勉励做好官 后来果然声道为四川岸茶室 关于牛树梅 历史上却有其人 牛树梅1791-1875 自雪桥 浩省斋 甘肃通魏人 道光二十一年进市 曾任四川张明县 金江游市 知县 茂州直立州知州 宁远知府 四川岸茶室等职 清史稿 称其绝育名慎 民隐无不达 贤爱待之 当地百姓称之为 牛青天 还为他修建了一座德正方 此牌坊目前尚存 位于金四川江游市清连镇 距今已有一百五十余年的历史 牛树梅宇道光二十八年 一千八百四十八 担任宁远府之府 当时的宁远府属四川省管辖 府至西昌 今四川省西昌市 为梁山遗族自治周正 辅助地 关于此次地震 正是发生于清道光三十年八月初七日 1850年九月十二日夜间的西昌地震 震级约七点五级 据青石稿载 寻属宁远之府 地大阵 全城陷末 死伤甚重 树梅压于土 获生 蜀人为天流牛 青天以劝善 树梅自救得宝 不能避民 亦修省 所以震旭栽离甚后 民欲待之 当时的四川总督徐泽纯 在向清廷成帝的奏稿中说 积据属西昌县之县明迁奏称 八月初七日夜骇客 县城忽然地震 薄瑶动荡 乌于倒滩 合成豪乎顶沸 因黑夜淋雨 无从罔救 极致天明 变成牧师倒塞 不便街巷 庙宇 城楼 文武雅鼠 及监狱 仓库进行倒滩 军民被压身死者不计其数 牛树梅本人 也写了一首西昌地震纪辩诗 描绘了大地震后的情形 困为夜半走奔雷 山月震荡海拨腿 床踏如五人如薄 万家洞乌枯夜催 驰名一望满城亭 欲便皆涯谁能晓 位于庐山的西昌地震碑林 对此次地震 亦有详细记载